大家好 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 我是林家铭 在科技股近期投资环境低迷了当儿 隔代科技获得1亿6000万令吉的新合约 估计可支撑营收前景到2023年的第二个季度 客户主要来自太阳能领域 目前该公司未完成总订单提升到了5.86亿令吉 太阳能领域的合约比重提高到89.4% 而最近斩获的太阳能生产线订单总赚幅可高达40% 不过新订单儿还在预测范围内 因此大众投行研究维持猜测不变 考虑到太阳能与电动汽车行业引发的盈利增长 行家认为当前的公司本益比估值不合理 只有区区28倍 考虑到有高达60%的诱人上涨空间 行家建议投资者入场增持 并维持超越大市评级和7令吉70仙的目标价 是荏乐园的颜色 帮助成和7令吉70仙的目标 来以后 这个步骤的颜色